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我就很好奇了 你看美国人脱离英国 那他们不但是把它当成一件喜庆的事情 而且还把它定为国庆日 可是当英国脱离欧盟的时候 美国人反而很不以为然 你看像上个礼拜很多美国的主要大小媒体 头版头条都在讨论英国脱欧之后的一些不好的影响 包括美国的总统 包括美国的副总统 包括John Kerry等等 有的是用直接的方式表达觉得这个不好 有的是间接的 那当然美国的股票市场就非常直接了 瞬间一天之内大概蒸发上万亿 所以说显然就是美国人对这个英国这次脱离欧洲的反应 那么我看是不以为然的比较多 那么支持的相对比较少 支持者里面当然包括了我们共和党的这个总统候选人特朗普 那么他是就提到了说今天的这个英国脱离欧洲 事实上某种程度上跟当年的美国脱离英国 多少都有一点异曲同工之妙 原因是什么呢 他们都是说就是比如说像特朗普本人 他就认为这个美国不应该 这个比如说这个很多的时候把自己的一些管 这个对国际事务的一些权利交给联合国 交给NATO 交给他就是说美国就是应该管好自己的事 那么英国这次其实脱欧的当中 很多人支持脱欧的人也会讲说 这个英国 我们上次节目里面谈到英国现在的公共政策的制定 一些外交政策的制定 一些移民政策的制定 大概有60%甚至70%的这个policy的制定不是在伦敦完成的 而是要把它送到比如说欧盟的总部布鲁塞尔 有另外的一个官僚机制在做这个事 所以我觉得这次的脱欧 你表面上看好像跟美国的关系不是很大 但是事实上我觉得这确实还是有一定的关系 首先就是美英之间有传统的这个盟友的关系 那么相互之间的文化的影响非常大 虽然美国从240年前从英国脱离出来 但是美国人对英国有一种天然的这种attachment 反过来英国呢 当然更不用说在二战以后 是美国我想在全球范围内最坚强的这个战略的盟友 那么所以说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其实是非常大 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脱欧 事实上我觉得其实还是多少能够反映 当然毫无疑问先反映了英国人对这个globalization 对这个所谓的区域的经济的这个在一块究竟好还是不好 反映了他们的一些看法 但事实上其实从今年的这个总统的选举 从特朗普的这个很多的言论得到了美国相当大比例的人的支持 你也可以看出来比如说特朗普的移民政策 比如说特朗普的这个反穆斯林的一些言论 比如说特朗普的这个不愿意把更多的权力交给很多的国际组织等等 这些其实在很多的方面其实是跟欧洲人跟英国人的这个 其实欧洲虽然暂时还没有脱 但是在欧盟内部还是有很多的国家其实也在想这个事 所以说脱英的这个事件我觉得在美国的独立而谈 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 因为就是当初美国脱离英国 那毫无疑问是英国人不喜欢的 那英国不喜欢因此还爆发了一场战争 那当然今天欧盟不会因此跟英国打仗 那这场战争最后导致了美国独立的彻底的这个完成 从而产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 这个伟大的国家一直雄居世界的这个老大 在过去的这么多年当中 那当然二战以后它变得更加之强大 所以我是这样一个观点 就是不论是美国当时从英国脱离出来也好 尤其是现在从英国从欧盟脱离出来也好 我觉得我们确实没有权利说 它今天脱离究竟是好还是不好 这个只有历史去检验 而且坦率说今天的这个全球化 所谓globalization 我是我自己的看法的 我的看法就是原来我心中想象的 我在学校里面学国际政治的时候 我想象的globalization 就是这个世界变成一个地球村 大家都变成一个大同的世界 但事实上我觉得在过去这么些年发展 你就会发现这个全球化的现象 不是全球化 而是区域的经济的这个团体的合作 这个合作非但没有解决 人们之前理想主义想的就是要打破这个区域之间 国家之间的这个很多贸易的壁垒 很多文化的不同 相反的它加剧了这种的不同 比如说如果你是欧盟的成员 那么你形成一个很大的这个官僚机制 那你对欧盟以外的经济体 包括对中国 包括对美国很多的时候都有巨大的掣肘的作用 而不是说要促进 所以说从长眼来说 我觉得它确实加剧了区域的这个经济的这个一体化 但是对这个区域以外的经济事实上 它产生了更多的这个官僚机制和贸易的壁垒 我也不知道这当初在谈这个全球化的这些人 他当初心中想的是这样的一种模式的这个全球化 还是说说真正想我刚才讲的 就是要逐渐的要解除国与国之间 区域区域之间的各种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壁垒 可是问题是当初要分到扬镳的这个英国的前伦敦的市长 Boris Johnson 他很奇怪上个礼拜竟然出现了一个announcement 就是说他不会竞选英国首相这个职位 因为他认为他不适合 那他一直很支持他的盟友也觉得他不适合 那现在有人就讲了 他就说这个Johnson呢 他以前是在美国纽约出生的嘛 然后现在又不竞选英国首相 还有包他来跟这个特朗普搭档竞选美国的2016年的正副总统呢 呀我不知道他的这个美国国籍后来是怎么处理的 但是你又没觉得他们两个的脾气性格 好像发型上也是这个跟特朗普来比都是别出心裁 我觉得他们两个各自代表了一个时代 和一个时代里面各自这个本国人民对这个 比如说全球化对这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这种想法 对移民政策 你知道英国人这次 当然我们可以分析很多的原因 为什么英国人要脱离这个欧盟 但是其中有一些问题 我想大家都是比较关心的 就是第一 他觉得英国的自己的主权在不断的失去 我之前提到大量的公共政策 其他的国家的政策自己不能决定 那么同时呢 这个由于加入到欧盟以后 他的这个欧盟相对比较宽松的 或者叫比较这个绥靖主义的 这种移民的政策 使到这个欧洲在过去的一段时间 几乎每个月 至少有一部分认为是这个 太宽松的移民政策和过于开放的这个边界政策 导致他几乎每个月都有恐怖主义事件 那这英国人心想说 我们不一定一直要跟他们玩这个 还有就是随着这个冷战的结束 那么这个欧洲这个欧盟他逐渐的要拉拢以前 前苏联的这个加盟更何国 希望也加入到欧盟里面来 那那些国家传统上都是比较贫穷的 那么讲白了就是贫穷的国家跟这个特别富有的国家 像德国 法国 英国搞在一起以后 那英国人说那我们的财富 创造的财富都变成那些国家的 比如说那些国家的劳工 同时还可能蚕食到这些发达国家的很多人 就业的机会等等 我想在美国这个特朗普 在竞选的过程当中 其实你经常都会听到类似这样的言论 所以说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 也不是说完全没有道理 你这样一讲我就想到 您刚刚提到所谓这个globalization 全球化呢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应该就是大国照顾小国 当然很多理想主义者会这么想 但是其实当初的这个欧盟的产生 事实上它是有复杂的这个历史的背景的 比如说这个很多的国家 当时还没有前苏联参加就是欧共体啊等等 它是这样一脉相承过来 当时这些大国其实还是 就是当时你也知道 法国有自己的总统戴高乐啊等等 他们这个欧洲的独立意识也比较强 你就觉得长期的生活在美国的阴影之下 美国的语义之下 所以说其实在欧洲当时也有所谓的 这个世界多极化的这个呼声 也就是不能让这个美国一家做大 欧洲也要以一个单独的欧洲 那当然跟美国跟前苏联跟俄国 跟中国叫板恐怕是不行的 但是呢一个团结的欧洲 一个一体化的欧洲 那确实它可以产生很大的影响 也就是他们当时的想法 但是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 随着加入的国家的不停的 这个不断的增加 那么各种各样的声音 那它是一个相对比较民主的 这样的一个程序 所谓民主的程序 就是有的时候它确实是透明的 它可能表面上看着觉得比较公平 但它有的时候确实是带来就是没有效率 回到美国总统大选来说的话 虽然这个前伦敦市长Boris Johnson 他不太可能跟特朗普搭档竞选 美国政府总统 但是你必须说你如果要选副手人选的话 你可能要选一个跟你理念比较相近 然后可以跟你结长补短的人 那么特朗普除掉这个前伦敦市长 Johnson之外呢 他其实还口袋里面还有一些名单 那么其中的就是包括金锐气 跟那个前新泽西州的州长Chris Christie 我记得你上礼拜一给我那个 有关于金锐气配川普的这个文章 是《华盛顿邮报》里面讲的 那么我一开始看那个文章 如果上面不是有Washington Post 我会以为你一个什么八卦文章给我 因为他文章一开始开宗名义 他就讲说金锐气19岁的时候 睡了他的这个物理学还是地理学老师 然后把他搞大肚子 最后还生病 对对对 然后呢竟然是在他那个老师 得到癌症的时候呢 去他的病床前跟他说我要跟你离婚 之后呢又跟一个女性同胞结婚 结婚了之后好像这个婚姻维持不到两年 他就又跟他一个小他24岁的女孩子 搞婚外情 那我们知道这个特朗普就更不用讲 也是情史丰富 所以如果把这两个人配在一起的话 《华盛顿有报》觉得这是相当嘲讽 美国家庭价值的一个搭档 对这个《华盛顿有报》他写这个 他并不是说我看啊 他并不是说要提醒他们有多么 这个丰富多彩的人生 而是要提醒说就是共和党的传统的 这个family value啊这些东西 那如果有这两个人 这两个人加起来总共有六个太太已知的 OK 那怎么样去宣传自己的这个family value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fair game 不过呢反过来我就提醒你啊 就像这个金瑞契 这个人他当然是这个 他虽然他有这个三任的太太 但是他的政治的观点 哲学的观点 他当然是非常conservative 同时呢这个人毫无疑问 他对华盛顿是非常了解 因为他以前做这个议长做了很多年 所谓的contract with America 就是跟美国人民签约 就是这个老兄的始作俑者 就是他做出来 那次确实让共和党 在这个国会里面 获得了巨大的这个胜利 所以如果特朗普要选他 我认为确实可以弥补特朗普 对这个华盛顿的这个完全的不了解 对这个政治的不了解 对public policy的这些issue的这个不了解 所以这个很奇怪的 就具有讽刺意味的就是 我们这个最liber的副总统 叫拜登 拜登竟然出来 他说我并不是要endorse 这个精锐气 他说但是呢 如果特朗普选精锐气 他说我会觉得稍微的安心一点 因为特朗普这人我们无法预测 但精锐气毕竟他是了解 这些政府的运作 虽然我跟他有 有之间有巨大的哲学 philosophical的difference 但是呢他说如果选精锐气 他说我从这个角度 他说我倒是可以endorse他 所以就是你觉得家庭价值观 然后还有一些宗教的教义 在这次的美国总统大选里面 应该会被排在很后面 这次肯定不能放在前面 因为怎么 首先这个总统 这个presumptive nominee 特朗普他没有办法讲这个问题 但不过他也意在 他怕这个希拉里克林顿 以此为攻击的目标 所以他是先发之人 很早就说这个希拉里克林顿 是这个虐待这个妇女的典范 比如说他的这个前夫 就是比尔克林顿 去这个跟那些人搞的很多婚外情 那么希拉里克林顿 对那些妇女不是同情 而是对他们进行了 无情的残酷的打击等等 不过我觉得这个可能 也不会走得太远 因为那个毕竟不是希拉里克林顿 做的事情 那你要结几次婚 那你要谈几次恋爱 说实在的 我们外人无法去多住琢磨 但是问题就是你的操守 难道也不是这次总统大选 你必须要被重视的吗 我现在就要提的是 这个前新泽西州的州长 Chris Christie 这个老兄呢 他你记得他下台之前 他闹了一个很大的scandal 到现在都还没有摆平 就是他利用他私人的关系 去打击报复他的对手 那现在听说 他也有可能成为这个副总统人选 是因为Chris Christie 是当时是这个美国17个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之一 后来他当然他的这个campaign因为走不了太远 就是你刚才讲的所谓的这个大桥门的这个事件 那个故事以前咱们讲过这里不再赘述 那基本上他很快这个选不了了以后 他下来以后他是第一时间 第一个总统的候选人出来endorse 出来为这个特朗普背书的 从这一点上我觉得特朗普对他还是相对有一些感激吧 尽管他攻击了所有的跟他一起竞选的人 那同时呢Chris Christie呢 他当然他在政府也服务多年 那么这个新泽西呢 离这个纽约也很近 所以他这个人对政府的运作还是非常了解 所以现在Chris Christie正在帮他帮特朗普做这个将来 万一选上了所谓的这个接班团队的这个负责人 以前呢在小布什的时候你记得吗 就是那个切尼当时也是小布什的这个接班团队 最后两个人都说找不到合适的人就我自己做了 大意是这样 所以Chris Christie我觉得他对这个副总统 他确实是有他的这个有期待的 不过呢我倒不觉得说他就是在非常top的list 原因就是Chris Christie 因为他毕竟有这样一个scandal 那你不选大家就不把它放大 那么如果要选的话 这将是一个比较大的事情 那么第二个呢Chris Christie 他所在的这个新泽西 我觉得究竟在多大程度上 能够帮助到特朗普的选举也不好说 那么同时呢Chris Christie的这个 Governor的这个任期很快就要到了 很快到了以后 他基本上慢慢地在政坛的影响力 如果不能再上一层楼的话也就没有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他也是做了很多的政治考量 但是我还是觉得他不太 未来如果特朗普能选上 这是一个很大的if 如果他选上了 我觉得Chris Christie会在他的内阁里面扮演某一个角色 但是如果说你现在特朗普任命他做 提名他做VP 如果你把精锐器跟他比 我倒觉得精锐器可能希望更大一些 嗯 然后呢 这个 不过克里斯蒂的这个婚姻记录倒是能够在这方面节肠补短啊 哎呀 他的饮食记录不太可以 就是他始终一直struggle跟他的这个这个weight 那么他后来还为了做做一些胃肠的绕道手术啊什么 但是好像也是确实不太那个 那么在今天的电视的时代 坦率来说这个长相这个appearance 对选民会产生某种的这个影响 究竟影响有多大我也不知道 你知道吗 我觉得这个是特朗普很缺德的地方 你看这个Chris Christie这么endorse他 而且就像你刚刚讲 他是共和党第一个跳出来支持他的人 可是上次你记得那个Oreal 就是在美国做很大 相信很多观众朋友都吃过那个巧克力饼干啊 非常甜的 那他们把他们的人工呢 outsourcing到其他国家去 那所以这个特朗普他就攻击Oreal这个饼干公司 那他怎么说 他就说像这种公司啊 我们根本不屑 我发起一个运动 就是美国人都应该霸吃Oreal 你看我旁边这个Chris Christie 他已经霸吃了 但是还是这么肥 就是时不时的把他体重拿出来开个玩笑 这个体重开玩笑 对他的当初的那些候选人来说 已经是很客气的 你还记得他拿Marco Rubio的手来开玩笑 然后预示其他的这个size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人他显然 我往好处说 Marco Rubio是他的对手 你这样子攻击你的对手情有可原 但是Chris Christie是你的盟友 这简直是好 我跟你讲不谈他了 今天谈到这里为止 下一个要不然我血压要飙高 下一个是这个希拉里的口袋人选 副手的口袋人选 那么听说是洛家辉有可能成为他的副手人选啊 我也看到这样的报道 那从作为一个Chinese American来说 我当然希望这个能够可以 不过我觉得回到现实层面的话 是不是今天美国的历史上 尤其是在希拉里时代 可以产生一个这个华裔的副总统 我感觉可能还是需要有比较长的这个路要走 尽管陆家辉 第一我跟他也非常熟 我也觉得他完全是qualified可以成为这个副总统 但是在今天这个民主党 现在看起来的这个希拉里 昨天希拉里接受了FBI的三个半小时的这个问话 那么现在一般估计啊 就是在未来两周里面呢 如果昨天的问话没有产生新的证据的话 非常有可能FBI会结束这个对他的所谓的调查 然后呢可能让他轻松上阵 那么假设是这样一个情况的话 你就我就会感觉说希拉里的这个民调 还会在未来的比较长的时间里面会高于这个特朗普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就确实让希拉里有一些更多的在选找VP方面的自信 那么可能他会选一些可能更有利于 要么是巩固自己的选票 要么是跟自己的政治理念完全一致 要么他甚至会考虑说 如果我当上了我四年以后这个VP 因为这个VP一般来说不建议就是四年以后把它换掉 而是要持续作为一个ticket 你还记得当时奥巴马跟拜登 当时都在第二任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拜登太老是不要换人 那奥巴马经过长时间的考虑 觉得还是留下来对他会比较有利 所以说尽管我本人当然非常希望 洛家辉大使洛家辉部长洛家辉州长 能够有机会脱颖而出 但是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民主党的政治气候下 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个比较长的路要走 而且说实在的 这个洛家辉他跟很多西拉里目前口袋里的名单的人选相比 他在美国主流社会相对的是比较没有知名度的 对这个当然是一个遗憾 我觉得这个华人的朋友这么多年 在美国这么多年能产生这样 这个他跟其他的华裔的民选的政治任命的官员不一样 首先他作为州长 他是要全州的老百姓选的 然后全州的老百姓选出来他做了州长 然后还能做到美国的商务部长 美国的商务部长要总统来提名 同时呢要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要同意 然后再去做一个这么国家的一个重要的国家的大使 在那个期间不但让美国觉得他工作完成的不错 他还赢得了中国很多老百姓对他的爱戴 所以这其实他的资历是非常完整的 坦率说他在我看来他不但qualify做VP 我觉得他是非常qualify做president 但是compare现在我们目前台面上的一些 一些所谓的总统候选人 那他对国际知识对美国政策的了解 那可以说跟罗家辉比是差了很多很多 但是政治的现实 民主政治的现实 有的时候也没有办法 你就必须要就是真正你认为好的人 未必就能够脱颖而出 或者说你要skip你喜欢的人 像希拉里他应该是跟罗家辉的私交也是不错 当然 然后再从这个希拉里的口袋人选里面 我突然又想到一件事情 你记不记得上个礼拜这个 希拉里上个礼拜真的不是他的礼拜 他一直出包 连他老公在这个阿里奘纳的机场 跟现任的司法部长会面的事情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现在根据这个官方的他们两个 克林顿的声明也好 这个Loretta Lynch的声明 Loretta Lynch这个司法部长专门还出来开个记者会 加以解释 也就是说他们在这个跑道上 那么偶遇 那么克林顿的 相信吗 我现在没有证据究竟相信 当然你可以发现就是 就光他的这个表面表现出来这个事情 确实是令人觉得 尤其是像我们做律师的 我们觉得是高度的不合适 非常的不合适 因为Loretta Lynch是司法部长 司法部正在调查你的太太的这个 邮件门的这个事件 而这个邮件门的server是放在 这个克林顿的这个地下室里面 所以克林顿总统潜在的 如果将来真的有起诉的话 你是一个潜在的证人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好像我们去打一个官司 还官司还没打 我们先把这个法官先拿出来 喝杯酒聊一下 我觉得 我宁愿相信他们没有谈什么 尽管这个我们确实不知道 但即使是仅仅谈了什么 孙子辈的事情 或者是高尔夫的事情 但是这个外表露出来的这个吃相 确实是引来了很多很多的批评 而且从这个层面来说 所以现在我再次的提出 以前我们在节目里我也讲过 就是每次选举的时候 都说这个克林顿是希拉里 或者是民主党的一个重要的资产 那么上一次的时候 你知道保治希拉里 我觉得没有办法 就第一次选举 因为输给二万 很重要的点 就是克林顿讲的太多 而不是讲的太深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